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卓项目实战课程 我是主讲导师布鲁 在上一讲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UI特效的一种就是我们的购物车特效 详细给大家解析了 并且把它运用到了我们的实际项目工程当中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间能够有所总结和反思 好的今天这两个我们继续解析我们的UI特效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瀑布流效果 瀑布流效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在很多的应用当中都能够看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吧 它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概述 就说我们传统界面的布局方式 它总是说是行列分明的 并且是做了有序的 这种布局已经是失控见惯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 大家都已经对它产生了一个审美疲劳 这个时候瀑布流布局的效果出现 就给人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种布局虽然看上去毫无规律 但是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美感 以至于涌现出来了大批的网站 或者说是应用纷纷使用的这种新颖的布局 其实在我看来瀑布流这种布局就是一种不规则的 一种美感 不规则的美感 好的本节课我们先来好好分析一下我们瀑布流的实现 首先其实我们的瀑布流看似很随意的一个排列 其实它是有科学的一个排列规律的 我们的整个屏幕会根据 我们整个的界面会根据屏幕的宽度做一个等宽的若干列 然后由于我们的手机的屏幕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就分为了三列 每当需要添加图片的时候就会把这张图片的宽度 压缩成与当前这种每一个等宽的一个列的列宽 一样的一个宽度 然后再按照同样的压缩比例来压缩它对应的一个高度 这是一个等比的一个压缩宽度和高度 然后 当我们压缩完成好了以后 这张图片就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这张图片往哪里进行加载呢 在哪在这三列当中找出当前高度最小的一列 并且将这一列的图片添加到 这里面去 然后之后每当我们需要添加一张新的图片的时候都重复这样的操作 我们去加载图片 加载图片成功以后 把这张图片的宽度压缩成我们当前均分的几列这种列宽 然后以同样的比例去压缩它的高度 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等比不失真的一张图片 然后再把它加在我们的当前高度最小的一列当中 就这样 重复的一些操作 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瀑布流的一个图片墙 我们这里可以对照我们的效果来看一下 这里我已经提前实现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里我们一个demon Football first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就是一个瀑布流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是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图片 我们这是一个等比 分的一个三列 三列 我们的每一张图片加载完成以后都会根据这一列的实际 宽度 因为它每一列宽度都是一样的 等比分的 根据这一列的宽度做一个压缩 那么它的高度也是一个等比压缩 然后我们会 去判断到底是加在这一列 还是第2列 还是第3列 就这样以一次往下加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往下走 对吧 加在这个地方 加在这个地方 最终就会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错落有序的一个瀑布流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它的优先的加载的顺序是加在哪一个地方 一直叫加在我们的最地方 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图片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 往上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瀑布流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再欣赏一下 我们想滚动的时候都会加载图片 然后又在这个地方我是加入了我对应的一些图片的缓存管理机制 以及我们的内存释放的机制 关于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下一节课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我们之前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的介绍 你可能会觉得 瀑布流的布局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使用3个llout来评分整个一个屏幕的宽度 然后我们动态的去add view就行了 确实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实现功能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 它的本质上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别忘了 我们是在手机上进行开发 如果我们不停的往我们的lllout当中添加图片 然后如果没有相应的一些机制来管理它 我们的程序很快就会出现我们的oom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方案来对我们图片的资源进行一个管理和释放 我们这里依然是准备使用的是我们aliucatch算法的管理内程 因为我们在我们前面的给大家介绍我们自定义自己的图片光架的时候 专门针对我们的这种图片架载算法 aliucatch 我们的内存当中aliucatch以及我们的硬盘上面的diskaliucatch这里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我来这里就不做相应的一些赘述了 我们的内存的管理依然是用我们的aliucatch 但是我们大家来这里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列表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常见的列表以及我们的gradeview等等 我们在这些地方它是存在一个我们的条目的一个附用 每一个条目的附用 比如我们列表有很多项 它其实只会渲染你当前所能看见的比如这5项 当我们往下滚动的时候 上面就会回收 然后再重用把它下面刷新出来 所以它本质上 我们当时采用aliucatch来管理内存 而在释放内存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 自动交给系统在帮我们做释放 而我们这里自己的瀑布里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里 是没有安卓系统为我们实现的这样的一种重用 附用的一种机制的 我们往下加载的时候 是不会去附用上面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我们单独书写了一个方法 用于来释放一下我们的内存 大家一定要注意 aliucatch算法用来管理内存 它只是一个 非常合理 非常好用的一个管理内存的方式 它没有办法绝对的保证你能够避免 我们的内存溢出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去单独去考虑 要去实现一些方法 用于来在合定 在适当的时候来释放一定的内存 我们这里瀑布里就是一个场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们在最上方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图片 如果把它加载完成以后 我往下滚动 然后滚动到这个地方 这里我们回翻的 大家可以看 这里全部都是我们的 全部都是用一种 我们加载中图片做替换的 因为这些东西我把它回收了 我做的一个判断 只要当前 这些图片显示在我们当前屏幕的 就把它显示出来 一旦离开我们当前的屏幕 大家注意一下 把这些地方就全部回收了 就是我单独写了一个方法 用于释放 我们的内存 主动来释放我们内存 这就是我们整个瀑布流的实现方式 以及为了避免要实现我们的 为了避免出现我们的OOM 我们所需要注意的 要使用AI-catch算法来管理内存 以及书写了一个单独的方法来释放内存 好的 这里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瀑布流的一个 介绍和分析 我们下一讲将会结合实际代码 来教大家实现我们的瀑布流特效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